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说了三错 废话少说让我们直接进入到比赛现场 开打开打 好 咱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首先登场的是黑方选手 骂博基 年龄23岁 身高1米82 臂长1米80 体重为68.85公斤 主要是练习拳击的 目前的话再偷得个战绩为零胜一副 好 再来看一下他今天的对手 白方选手 卡斯基尔 年龄26岁 身高1米82 臂长1米87 占据为零胜一副 他的体重是70.15公斤 主要是练习拳击的 双方选手在年龄上的话差了三岁 身高一样 臂长的话 卡斯基尔 卡斯基尔 不好意思 这个名字确实太难念了 咱们就叫他小卡吧 小卡的话在B站上还占优势的 虽然双方身高一样啊 而且他的体重的话是比 拉伯金稍微重的那么一点点 双方选手都已经进入到比赛列台 上的名课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场比赛是图首选拟比赛 不留意 腿不留意 走游戏选手张开手 整排球游戏 接着五月三回合 每回合是两分钟 选手为机的 和不能不到 10秒的独秒时间 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 咱们还是先将个队一代表卡斯基尔 就是小卡 二代表拉伯金 把你们这些的选手打在评论区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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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的 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 让我们看见双方的表现 白色护手带 小卡对战 黑色护手带的拉伯金 双方这边一上来就是火力全开啊 来到金身 策判交集们比赛 两位选手的身材都是差不多 而且这个战绩的话也是一样啊 都是输了一场比赛 联系是基辅 漂亮是将 拉伯金顶带了内台的角落 双方还在内台的角落 互相换圈 我去 这边一上来感觉是 根本停不下来呀 两个一束就是敢 载了个基辅 继续往前面顶 哇 小卡这边打得非常猛 但是拉伯金也是不甘示弱 直接是开启了换圈模式 就看谁的拳能更加硬啊 哇 这露吼声都打出来了 兄弟们 哎呦 这边倒地了 我去 我贼 你闻哦 比赛刚开始 一分钟不到 50秒不到啊 那不仅已经是倒地了 应该是 被击中的 腹部这一块吧 刚刚看小卡的连续的基辅 我去 身上已经是 剑满的鲜血啊 50秒钟结束战场 非常的快 兄弟们 咱们必须得看下这个慢动作回风啊 不看的话我感觉对不起这两位 战士啊 稍稍休息 咱们来看一下比赛的精彩回放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一键三连 你们的鼓励才是我最大的动物 我要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视频 谢谢 未经厕所%&明镜化人物 我会带来的 我们下期再见 Ivy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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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这场比赛的话毫无疑问是卡斯基尔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在首回合50秒不到的时间就结束了比赛 让我们恭喜他 那既然你打得这么快的话 我必须得给老伙姐们再安排第二场比赛 对吧 禁止废话 咱们直接开始第二场比赛 好 来看一下第二场比赛第一位登场的黑方选手 胡多尼克 年龄22岁 身高1米81 比赛1米81 体重64公斤 战绩为零圣衣服 主要是练习MM的 再来看一下第二位登场的白方选手巴鲁 年龄24岁 身高1米69 比赛1米65 体重为64.15公斤 主要是练习拳击的 威天在多破特格战绩为零射二辅 两位选手这个年龄差了两岁 身高差了12厘米 比赛的话也是差的挺多的 差了16厘米啊 但是一个是练习拳击 一个是练习MM 对于比赛的规则来说的话 应该是巴鲁 要稍微存入是一点 好的 这边比赛已经开始要看一下双方第一回合的表现怎么样 左边白色护手带是巴鲁 右边黑色护手带是胡多尼克 胡多尼克这个身高臂战优势太明显了 只要好好利用的话 应该还是好打的 巴鲁是一个增加 而胡多尼克是一个反战啊 哇 他这个以高打低啊 哇 漂亮 左手的摆拳 再来一击 打的还是比较凶啊 有些套左页的摆拳 往前冲 巴鲁这场比赛的话 不好打了 哎呦 这边一个超人拳 紧接着是连续的摆拳 但是 巴鲁这边抓住机会一起 左手的摆拳是击中了胡多尼克 胡多尼克将巴鲁顶着勒抬着交的双方一个残暴化解了 哇 巴鲁这个反击 这个防反打的是非常准的啊 对吧 兄弟们 又是一个超人拳 紧接着是连续的摆拳 胡多尼克一上来 没有保留啊 他这个刺拳用的挺少的 使势往前冲的比较凶啊 双方这边 面没有拳 来到了近身 连续和节着非常的快啊 巴鲁打的非常的耐心 用脚步 但是他这个以低打高的话 确实也不太好打 哎呦 这一季就是的摆拳 近身的摆拳啊 尽身的对控 第一回合比赛还剩十秒钟 裁判兵没有交停比赛啊 估计得让双方 打完这一回合了 好的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选者稍微休息一下 第一回合双方这个打的还是非常漂亮的 胡逗尼克有两拨超人拳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 而且他打的还可以 别说 但是这个巴鲁啊 他的反应非常迅速的兄弟们 尤其是胡逗尼克第一拨超人拳 紧接着是连续的摆拳 而且在这个在乱拳之中 巴鲁是找到了机会 一起左手摆拳 精准命中的 好 稍多休息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 to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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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 wh Vaito m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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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双方第二回合的表现 双方这边一上来 打的还是比较谨慎的 第二回合 好 都配了 我去 左手的摆拳 直接是将胡杜尼克击倒了 哇 这一波突进太快了 兄弟们 而且打的是非常精准的 才办开始对胡杜尼克独秒 能不能回到比赛 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 让我们继续回来比赛 看一下巴鲁能不能抓住机会 胡杜尼克这边打一套 想要找回场子 但是破了个空 打了个寂寞 哇 漂亮 巴鲁这一波闪避失作的 非常不错的 双方继续拉开距离 上个拳没有击中 巴鲁还在放手 漂亮一气 左手摆拳再次将胡杜尼克击倒 哇 头脑是非常清晰的 兄弟们 你强认你强 老子尼克扬 胡杜尼克还是那个问题 过于的急躁了 好 让我们继续回来比赛 胡杜尼克已经是两次被击倒了 一定要稳住 一套组合拳 并没有击中 巴鲁的反应非常快 打得非常的耐心 往前压 能找到机会吗 三级左手摆拳 这谁受得了 这三级是大力产的左手摆拳 打得太精准了 胡杜尼克输了个大拇指 但是看他这个状态的话 并不是很理想啊 已经是出血了 采判直接宣布比赛结束了 胡杜尼克这个状态的话 应该是打不了的 采判也是出于对选手的保护 在提前宣布比赛结束 连着三级左手摆拳击倒 没得说啊 他还是老问题 就自己的优势没有运用到 反而是被对手 抓住了自己的漏洞 这个没办法 确实是记不如人了 哎 这是要 三后打架了吗 胡杜尼克有点激动啊 输了比赛 将自己的护士扔掉之后 结果那个巴鲁捡到他的护士 直接甚至扔到场外去了 所以他是 有点激动 稍微冷静一下 问题不大 因为对手的话 打得也是非常干净的 这个没什么毛病啊 好 让我们之后再看一下 比赛的精彩回放 小 mean 好 这边终于是冷静下来了 观众也是给了选手热烈的掌声 胜败来兵家尝试 希望胡东尼克不要气馁 再接再厉给我们展现出他的技术 打出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的 没什么疑问 这场比赛的勝者的话 是巴鲁在第二回合 以TKO的方式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那么今天的比赛到这里 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一键三连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 不散